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個動漫廢物的第二節 如果你加入Patreon之後 是不知道怎樣的 但總之你先加入吧 有一個持續的支持 我們會做得比較安心 其實我們今天是講這個美美大挑戰 嘩 好激動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主持那個WingChannel太遠 一個人看了100期 幾乎 另外兩個人看了5期 竟然早上說服 真是太厲害了 例如說龍珠 我看到打布後 我剛剛看完他找到第5顆龍珠 剛剛看見人造人8號 沒有那麼厚啊 打紅筋軍的 不是 人造人8號是很早的 哪一個人造人8號 人造人8號就是人造人大軍 沒有第一個朋友 我想回應一下聽眾 他就說可能人家老婆就是喜歡他那麼大男人 這些是夫妻情緒 不是的 因為如果你有看的話 可遙龍珠真的可以打他 然後他老母是很慘啊 哭了 你說這樣是不是SM的情緒 可能也是 但未免太扭過 作為一個兒子來說 看到這裏 你會覺得他爸爸是混蛋 也很合理的 好 回到來我們會開始講他的故事 一些架構或是他裡面的主持 其實這套東西他中心思想挺明顯的 你問我 他作為一本飲食馬 其實基本上他只是推重一件事 很多時候 又不是推重一件事 他很推重的是什麼呢 原味和我們現在吃得太假的東西 舉個例子他有幾個情節 因為他很單元的 例如說一些一兩回故事 就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吃的食物很有問題 作為一個香港生活的人 我會覺得你日本吃的 那些日本雞 日本豬都有問題 我吃的那些叫什麼呢 請問 我舉個例子 剛才我揭回頭的兩期 例如他會說 有個外婆 老到懵了 經常想吃回當年那些雞飯 現在那些雞飯有什麼問題 然後山崎一去看 一吃就說 因為那些雞不同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 還要特意去那間雞場 山崗 大家在混蛋 誰有山崎呢 山崗 好 那就去那間雞場看 就說 現在那些雞是密集式自養的 那你想一下 那些雞還怎麼會健康呢 是不是 還有他的說法 是很有趣的 就是譬如說 他們要在一個黑暗的地方長大 然後 你不能夠讓他們跑 因為這樣會消耗脂肪 同時間也會令到 他的能量融錯在地方 所以他不可以動 只是谷肥他 四個月以上 再給糧給他 他的體重增長 和他扔進去的糧 已經不成正比了 所以四個月就一定要出貨 是啊 所以他就最後找了 酒地雞來 煮餐飯給我婆婆吃 然後我婆婆都寄回那些東西 你看到他很推送 原味和自然 這個其實是他的中音師上來的 我舉了一個例子 新不新鮮呢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我講了吃不生 有一回後 我記得是這樣的 有一個有錢老的物體 他就拿了一條很漂亮的魚回來 就是後面的魚缸 即是後面的魚缸 即是直直湯 有個小孩就說 不好吃 然後有錢老的吵咬 他說小孩吃什麼 然後山江就說 你又錯了 然後他怎樣呢 他就特意去海邊 買一條魚回來 捉了 他直接釣上來 那一刻就湯 然後拿回來 就說山江那條好吃一點 為什麼呢 他都問一條死魚好吃一點 他說很簡單 你捉一條魚回來 養在魚缸裡 那條魚又不動 你又不讓牠吃 你覺得這些魚可以有多好吃 反而我這條呢 在牠最新鮮的時候湯 所以就最好吃 你看到牠其實很推崇 即是對原味新鮮 而牠是很烹飪 現在的人 食物太蓄養 那些食物 還有牠說吃得太有價錢 因為牠不止 我故事有說過 例如很多時候牠吃那些 我又不記得哪些食物 可能是吃那些貝雷 其實就不是那些貝雷來的 你吃那些 可能不看饅頭用的麵粉 又不是很新鮮的麵粉 或者是其他物質來的 其實這本牠是很推崇那種東西 自然 還有要新鮮 那講起這件事 我會想起 除了雞之外 其實我和Sunny都只看了頭五期 其實是很短的時間 這個論點是講了很多次的 那牠雞講了一次 之後牠講豬 講是黑豚 然後這些是毒物 之後牠也有再講過 就是講啤酒 還有 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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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醬油 其實做這兩樣東西 其實都會 這兩個就不是講怎麼種 但會講可能製作的過程 可能用了很多的添加劑 透過用添加劑去彌補那種味 去截散成本的時候 令到見食物的品質不好 還有其實除了講這件事 我覺得牠每一次講添加劑 牠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就是罵廣告商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故事裡面 一開始都會有一個人是叫不懂吃的 然後牠就說這件事不好吃 然後阿山江就會問 例如他說要試哪些 他就說要賣豉油 是用別人的廣告 最上級那個 最上級那隻 我喝酒又會喝廣告最上級那隻 他就說糟 那廣告那是什麼 就是上級癮 íp propio 即是賣廣告賣得越厲害的東西 品質就越不行 你反而找回一些小店 人家真的會更加有心機去做好那件事 我很記得他講...不是品質 品酒 講品酒的那一回呢 是有趣的就是因為他那個對手 那一回的對手 是非常推崇洋酒的 他覺得日本的酒全部都是納豆沙的 然後大家都明白 吃海鮮會配白酒 吃紅肉就會配紅酒 然後山江就說其實不必然是這樣的做法 其實日本酒都是很配搭這類不同的食物 但是那個人說 我喝了日本酒都是垃圾的 山江就買了很多瓶不同的酒給他試 大致上就好像剛才Cao的 這瓶就是廣告你見到的那瓶 納豆沙 這瓶我剛才在店舖買回來 你也覺得不好喝的 但同樣都是這間小酒莊釀出來的這瓶酒 我在另外一間再加上的酒店買 那間酒店連烏燈黑火的 又好像很潮濕一樣 但問題是因為他不經過陽光照射 所以那瓶酒是保存得最好 反而是最適合的味道 而同時這瓶日本酒 就可以用來搭海鮮 你說的酒有點有趣 我想起另一個故事 他很喜歡寫一種是甚麼 他這個人是很左翼的 但他相對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左膠 但他很包容的是甚麼呢 他覺得不應該看不起外來的 當然他很尊重自己的日本文化 他覺得不應該看不起外來的 他覺得不應該看不起外來的 但他覺得不應該看不起外來的 外國有很多東西都很好 但你都要尊重自己的本菜 舉個例子好像有個故事 說有一天有一個人喝酒的 他說日本也沒有好喝的古酒 然後主角就帶他去喝炮城 炮城是沖繩的一種酒 當然如果沖繩人可能說 沖繩不等於日本 這些是後話 但是他是拿一些甚麼 一百年沖繩佳樣出來 讓那個人直接說不行 那些醬酒要沐浴齋戒 他真是用這種程度 之後等人醒了才喝 他很執著這件事 他覺得很多日本人對日本飲食有偏見 舉個例子 例如剛才Sunny說過 洋酒比日本酒好 他覺得不是的 各有各好應該是 配不同的東西 甚至他不是說紅肉和海鮮 已經是紅酒白酒 其實每一種魚 這種魚可能是白酒贏 但這種魚已經是青酒贏 或者是米酒贏 這件事就是他要每一件事獨立去match up 他是看得很仔細的 也正正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看飲食漫畫 可能看一些比較新的 可能我當最新應該是食棘 其實看這些東西可以看得很快 因為其實他們很多時食棘 好像一些比較新的飲食漫畫 他著重的地方是focus在 怎樣表現那件事很好吃 他去了是用一個很浮誇的方式 去表達那種美食 帶給那個吃個人的衝擊 但是這一本作品 他就會偏向很多 用文字去形容 去講很多飲食的一些原理 就是可能 到底他做的東西 為什麼這樣做會比較好吃 我們去吃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就是因為他用了很多文字 很多informative的東西 所以其實令到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會學到很多飲食相關的知識 如果你說這件事 我們看這本書才知道 大阪有一種壽司很有趣 方形那種 飯的味道有一點點不同 我一時間 你不是說雙壽司嗎 雙壽司其實是最傳統的壽司模式 簡單來說就是他把飯壓到一個飯盒裡面 上面鋪魚 而這種做法本來就是壽司的正式形態 因為就是用來給一些 走遠路 走遠路或者耕田的人去吃飯 而且他裡面的短篇有幾種模式 第一種是很老套的 不知為什麼 他總是有一個人 就出來說要教他的餐廳 或者有些事 搞完之後就會令到一對男女在一起 他很喜歡這樣寫的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介紹日本文化 他是介紹很多日本的飲食文化 因為特別是他們最後 去到中後段 最初他們是比賽式 例如我們這次做豆腐 最高隊究極 或者這次我們做飯 或者做壽司 或者whatever 最後已經是省和省的對決了 這次我們去大分院 大分院最高隊究極 他們簡直是做了一個法國料理 有前菜 有中餐 有最後的 一個full menu 好像衛飾獵人 對 所以他 這個很重要 我想對他們 就是介紹日本文化 我不知為什麼 我想他主要的讀者都是日本 介紹日本文化給日本讀者看 其一 其二 還有一種 有一種模式是挺有趣的 是什麼呢 是糾正偏見 就是糾正他覺得日本人 對某一些飲食的偏見 不過有時候有些新發現 例如他說 他說 他想銷售紅酒 說 真的很難找到一道日本菜配紅酒 然後就自高對決了 最後他們都找到一種方法 用日本菜來配紅酒 但是我覺得 剛才阿添你提到 他說 向日本人推廣 這個日本文化 我覺得其實是有需要的 日本地方都很大 不要說到這麼大 香港 其實每一區都有自己的文化 你想想 近來觀察 各個料理和屯門的料理 有什麼分別 我想用料理帶出的 是一個引子 但是那個地方的一些文化 才會影響到這樣的東西 那可能 你看到的是 觀塘人現在會滲 每天都塞車塞到 扑街 要找阿袁麗出來 才能解救到這件事 屯門人就會發覺 你那些叫塞車是什麼 你那些叫行車 扑街 作為一個兩個地方塞車的人 我想說 觀塘跟屯門公路的塞車 真的不同 觀塘跟屯門公路的塞車 是日常 屯門公路的那種 是一發生 你會覺得是絕症 那種不同 長期病和短期病的分別 應該這麼說 住北區的人 又會因為那個回旋處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塞車的情況下 會突然間自己 沒有撞車的情況下 每一區都有他們自己的體會 我相信 所以我覺得 向本地人推廣一些 真的很在地的文化 其實都有它的價值和意義存在 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外國人 我絕對是一個外國人 對這本書的作者來說 有一種挺有趣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 大阪人和東京人是否真的很討厭大家 因為每次 因為他主角的基礎在東京 即是那間報社 他經常有大阪的同事 就說 你們東京人怎樣怎樣 我看完之後 原來你們 其實日本人都頗有地域意識 我第一次 大阪和東京就是少原漫畫大王 但是他們少原漫畫大王 當然不是那麼攻擊性 但是他們會覺得大阪這個人 是很奇怪 大家的文化很不同 所以我想都有這件事存在的 另外它有個小環節 就經常會出現 很好笑的是 最初有個角色 找到一個奇形怪狀的研討會 那個是講什麼呢 是講煎鶴包蛋 其實它是不同角色放口 他們都講同樣的料理是怎樣做的 例如舉個例子 他是講 那次有人喜歡吃鶴包蛋 是要煎單面的 就是要不結 就是煎太陽蛋 有人就只吃炒蛋 然後有人就要兩面都煎熟 鶴包蛋 所以他就開始說 其實不是什麼很難做的 純粹是說 原來其實蛋 大家每個人都懂得找到超越 然後開始發展的系列 但是什麼呢 他偶爾就說 嗯 其實大家喜歡吃什麼 然後那些整班配角 就出來說 就說 我宵夜就喜歡 例如煲壺茶 拿一些冷飯出來 然後倒下去 這樣吃 因為他有些外國人學識 我喜歡怎樣 煎條長吃熱狗 那樣 就是一個很恒常的環節 我想大概一至兩期會出一次 那就是說些東西 越來越搞不得八 就是大家喜歡吃什麼 然後拿一些烈食 大家平時煮的烈食出來 這個環節就很搞笑 還有他後來會問 讀者會有什麼呢 可以跟他分享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講起這本書的套路 我想對我來說 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東西 就是激象化一定會成功 因為所有人一開始 可能跟主角有些不對 或者有一些問題 可能有一次例如 採訪 是不是採訪呢 是他們 我不確定記得一個故事 但是總之就是 有些人覺得 他 即是一些美食家 我記得 一開始就是一班美食家 說一樣東西很好吃 然後主角不認同 然後他就去挑他們的機器 在座各位 都是啦 不說 說他們根本不會吃 你們根本只是聽外國人說 這東西好吃 你們就跟著說好吃 然後他就挑他們的機器 然後主角就 找一樣他覺得 是超越那樣東西吃的東西 去讓他們嘗試 然後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 一個比較常見的就是 如果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困難 如果一頓飯解決不了的話 兩頓飯 第二頓飯一定搞得行 是 食物能夠化解所有的光哥 還有我看這本書 我自己 他的政治觀 或者他的價值觀 是很明顯的 我舉幾個出來 而且我覺得他很有趣 他很左翼的 有哪有看到 他很強調環保 例如他 他不是間中 平均每五六期就會出一個單元 他說 來這裏 找一條魚 或者找一隻牛 但就沒有了 為什麼 那裏就起了防波台 搞了一些環境破壞了 這裏濫捕 他很難環保 這傢伙 你看到他 最少他推崇 然後就說要怎麼改變現狀 如果不是 過多十年 日本人就沒有好米 或者是好的魚 或者是好的肉食 我覺得與其說環保 他很保育 他不單止是環保 那麽簡單 可能他很想一些 古色古香的小村落 或者小市鎮 他很希望不要 有些太過商業的發展 好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就是他們去旅行 他見到那座酒店的時候 那個人是崩潰的 我三年前來的時候 沒有這些東西 為什麼突然間有些 同臭味的東西 建築在這個城市裏 他是很反對這些事件 同時他也會加入了很多東西 在故事裏面 會加入很多不同的情節 令到這件事 產生出一些壞的影響 從而讓他不喜歡這件事 或者這件物件的出現 更加有說局力 跟著他同時 他都很包容 例如他經常有些外國人角色 是來學日本文化 他覺得不應該看不起外國人 他們都可以給你認識 例如舉個例子 我記得也是豆腐的 那個鬼佬 好像是美國人來的 他來到日本 就說 為什麼日本的豆腐 跟美國吃的不同的 美國的好吃一點 然後 那個豆腐師傅 就吵架過美國人 然後那個美國人 跟他吵架 然後阿山江就回來 說吵架你 就不認識了 日本的豆腐很多防腐劑 美國那些 就相對比較天然戰 好吃 是很正常的 還有他是很暗 怎麼說呢 剛才都說了 他尊重各國有限制文化 還有他是很 他會對著亞洲國家帶種協議 例如是什麼 他不止一次 他說 日本是侵略過中國和韓國 他也做了很多過份的事 例如有一個很搞笑的 他說有一個人 帶了兩個 我好像 不知 我忘記說是中國 還是香港 來的 同事 還是商人 就去那間麵館吃 他說那兩個人 一見到那間麵館 就生氣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叫芝拿麵館 接著就解釋 其實芝拿 就是 當年 日軍怎樣 對中國人的一種貶義 就不應該用 你看到他這方面 就 很左 我覺得他那種感覺 他有少少像 是宮崎進 但是有一個很猜疑 是什麼 剛才我不是說過他很保育的 他很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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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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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日本暴侵 他說 那些人全部都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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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錢 抹黑日本人暴侵 他有他的理由 他說 根據 這些數字 他自己提出來 根據某某數字 其實那些 因為他說 海上有很多鯨魚 某一類的鯨魚 其實很多 而它的數目 是在增長的 而 吃鯨魚肉 是有日本的飲食文化 你不應該阻止我們 例如 反而某一種 比較稀有的鯨魚 你們美國人用科學研究 殺的信物 比我們日本人更多 根本沒有資格 批評我們日本人做這件事 這個是他對 暴侵的價值觀 來的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人都挺 挺有趣 因為我很少聽過 一個保育的人 是支持暴侵的 對我來說 我都 我不敢說他錯 因為 他拿了一些數字出來 因為他 很多字 我也沒有確認 是不是真的 但最少這個是他的價值觀 很矛盾的一個人 或者在我的想法來講 就是 我當他的想法就是 他很推崇自然 他們去捕鯨魚去吃 其實都是他們 自古以來一直會做的事 都是一個自然的行為 但是可能 美國人不斷捕來做研究 可能是 刻意人為去做一些事 去傷害他們 所以 我嘗試這樣去理解 當他是 因為這樣去平經美國 我對他那種 對食物和 保育方面的理解是 他沒有濫捕的 在他的角度 沒有濫捕的 他們是 需要而去捕獵 然後就好像 美食獵人 說到的就是 你 對食物感恩 他們都 故事裡面的人都做到這件事出來 我覺得 在他裡面 他建立了一種 一種價值觀 就是 他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文化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最重要的 就是 他們不是 濫捕他 或者 怎樣說 過於苛索一件事 而同一時間 我們在 吃他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有感恩的 這件事 在他來說 就能夠成立到 另外 他有一個 價值觀 是我其他 漫畫 看不到的 因為 日本人 或者很多日本漫畫 老實 我沒有問過日本人 這件事 他們很抗拒美國 入口牛肉 因為 他們很多原因 就是 你們的牛有病 有風牛症 所以基本上 每一本書 講到這個題目 都是反對的 唯獨這一本是贊成的 他的理由很簡單 甚至乎 裡面的鬼的角色 是支持日本 應該反對美國牛進來 因為有風牛症 他說 其實日本的牛 都有風牛症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跟你說 我們是 他這樣說 我們要檢討的 就是 入口的制度 我們是應該接受 一些健康的美國牛入口 為什麼呢 他在一個故事裡面 因為有某幾類的牛肉料理 是用美國牛 比較好吃的 例如煎扒 某類扒 可能安格燒比較好吃 你不讓美國牛入口 這些店鋪就要倒閉 用牛做法 可能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他說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 健全的入口檢查制度 而不是不讓美國牛入口 這是一個很暗咎的事 因為 本身很多黃牛都有風牛症 只是 他的說法 基本上是靜客 抹黑一點給美國牛 因為他們想保護自己的農業 那麼諸如此 老實 我很少聽到這個觀點 日本漫畫裡面 而他還有其他立場 因為我上網查看 我找不到他 他的奇點說 例如他是反核電 因為他講到福島之後 是災難 甚至他怕其他事都會發生 奧巴馬剛是不是PTT 之前想打那個 他是反PTT PTT是會害到日本的 他的立場 基本上是很明確 因為他講故事 是講到很明確的 這個人 有網友問 那個作者是不是 馬馬加 他不是馬馬加 他不是馬馬加 他可能是編劇 可能大家忘記了他的名字 其實他是鼎鼎大名的 南祖和南大空的作者 但他很柔的 這個故事是南祖和南大空 南祖和南大空不柔的 你忘記了 其實他是在挑戰 帝王學 暗黑總理的兒子嗎 OK 所以他是反對一些 霸權統治 威權統治 或極權統治 的一套系統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 南祖和南大空 你就會明白 眼屋節背後的理念 其實他是一個 你當是自由派 未必一定很左 當然 如果你從保育的角度 好像 其實他不完全是從保育的角度 出發 你看到他是從經濟的角度 或者文化的角度 出發 不過剛才你說起 暴侵 暴侵的問題 作為一個環保論 我會跟你說 其實你用文化相對主義 就永遠都沒得談 因為問題就是 你說這個是我們傳統文化 那有些地方是吃人的 這個是我們傳統文化 你為什麼限制吃人 我試一下這樣說 我覺得吃人有點不同 始終我們是人類 他的角度 這個我不太認同 因為我自己不太吃鯨魚肉 魚有這麼多 鯨魚有這麼多 如果 這個是他的數字 我真的沒有數字 如果鯨魚不是貧林絕種 為什麼我不懂 跟魚一樣 對他來說 我跟魚一樣 我同意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理解的就是 他不是 當然我要 找些數字 我要用數字來back up 我現在沒有答案 但我以往的印象 是鯨魚的數字是不多的 而且你要搞清楚 如果用傳統文化 作為一個back up的理由 是不充分的 理由是什麼呢 你的傳統在哪裡流下來 什麼時候流下來 什麼時候開始吃鯨魚 你那時候有多少人 現在有多少人 你人口不同了 如果按比例增長的話 那你吃的東西一定是多了 對不對 但是這些多數都要 我依然要用 就是 數字來做back up 我沒有辦法 但是不可以用文化相對主義來討論 不然的話 其實什麼都不能討論 所以 因為我對我一句 我看的時候 我對這個人的價值觀是有點差異 因為他 他有少少脫離了我以往認識的一些 就是我剛才也說過 保育的人竟然是支持暴警 而一個日本人竟然支持入口美國牛肉 他有少少驚訝 所以他未必真是一個很純粹你想的保育人士 他是自由主義 總之 合理的 或者是自由派的人 總之沒有很大影響 我就會去做了 我覺得 如果他用阿天這個角度去看作者的話 其實真的挺有趣的 你會看到他的人 他會 在不同的事件上 用數據或者一些文化背景去建立他自己的觀點 其實擺放在一套作品裡面的就是 大家對一種食物的看法 他有他自己一套的準則或者方針去看 但是同時間他會是 用 經過主角 關於他的理論 或者他的實踐 去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吃 這件事或者烹調 出來的食物才是最好 如何這樣配搭才是最好 其實他也是在帶這件事出來的 我覺得他整合出來的這個人 很有趣的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 你看到他的思想很複雜 他看每一件事都很獨立去看 然後去找不同的東西 去為自己做back up 你問我如果這本有什麼講客 除了他最後run up 除了他長 那些畫質是不好的 你問一下 那些畫質是很old school 真的很old school 你看他的漫畫 緊... 緊好過... 倒過墨士佬 福本生文 即是高級版的福本生文 福本生文 對 對 講一下 太多詞 太多照性 那些... 他一講起剛才我講的那些 就是表達他的政治觀 或者他的價值觀的時候 長冷到那些對白 看的時候很難辛苦 或者其實多字這件事 其實好像之前講過 其實他每一講到煮食的時候 他都會用了很多的... 即是他會給了很多資料性的東西 例如他會有一... 我記得有一個話是講整晚魚飯 那他就比較 為什麼用炭火是會好過用gas 那他就有解釋就是 是吧 因為呢 炭火呢 炭是carbon 我們燒完它 它就是出carbon dioxide 就是出二氧化碳 但是如果我們用gas 的話呢 gas是一些hydrocarbon 燒完就會出了一些... 水氣 會出了一些... 水啦 以及出了一些... carbon dioxide 就是因為那些水氣 就會令到... 一些東西變軟 將住了 還有gas 因為... 為了令到那些人容易去... 去... 發現漏煤氣 這件事 所以就會加了一層... 味進去那些gas 而... 當我們用它來燒的時候 那一層味就會黏在那些食物那裡 那... 所以看他講的時候 你會是... 真是吸收到... 無論... 吸收到很多的知識 關於食物的知識 但... 真是... 太多字了 剛才他講的那一段呢 我有看 我想說是... 我只知道那些gas 會令到那些味道不香 我... 即是... 中間那些我只是跳了... 沒有看 另外呢... 他有一點很有趣 因為他去到最後呢... 我想他拿公訴出chip的 例如... 他去過... 他... 他最後講... 主角那班人去過... 我記得去過... 印尼啦 去過... 意大利啦 意大利食火腿啦 去過一些... 一些日本比較... 又不是偏僻的 或者一些東京以外的省份做訪問呢... 我肯定他是找了那間店的老闆來做訪問的 或者是那些員工或者是那個廚師做訪問的 為什麼呢... 那些面相馬上變成真人化了 即是你看到他的畫呢... 很難卡通的 如果... 即是... 你一看就知道是有那個人 他照著那個人的樣子來畫的 他樣子是... 突然間好像是... 那一套動畫走過來的 突然間你畫成這樣的 他... 他... 你問我呢... 他這套東西... 另外一件事不好的 他那些食物其實畫得相對沒有... 看上去是不好吃的 唯獨... 有幾度他... 我很吸引的就是... 他就是畫意大利菜 畫意大利的貨品很好吃 搞到我真的想去... 就是拿波里試一試 或者那些芝士 不是...沒有拿波里的地方 就叫拿不勒斯 Sorry...拿不勒斯... 拿波里是對玻璃的... Sorry... 拿不勒斯... 如果我遲些跟Nikki或者... Witam妹妹錄這個雙飛人旅行的時候 我問一下他們的貨品 那些貨品真的很好吃 沒有啊...他們都沒有去過意大利 你說出公訴... 去出旅程去取材 我想起裡面... 就是... 米酒的故事 是啊... 就是總編輯嘛 他們... 東西鋪社的總編輯 就跟... 吊咬的社長 這個搞了差不多一年 什麼搞成果都沒有 咳咬了他 這個什麼I字幕 沒有人看啊 接著這樣說 山哥就是... 好像是酒來的 帶他去試酒 然後就說... 混蛋你們這些文化部的傻子 就是拿高數出超在吃貴的東西 然後又不是生產 像是垃圾寄生蟲一樣 應該是那個編輯把他吊咬的東西 然後最後他就是... 不知道要拿酒的那些 總編輯了 令到那個總編輯 覺得這件事是有計劃 這個編輯就指著老闆跟他說 這件事一定要做 而且要做 很仔細是不能夠操之過急的 其實很好笑的 大約這本主作是這樣 老實 你說他會不會吸引到你 瘋狂的出去呢 是絕對不會的 但你可以坐車 或者是吃飯的時候 特別是你吃很難吃的東西 用來做調味 會不會有反差 反而更慘呢 不會 你正在吃天獅一般的味道 我正在吃糞便 我還是放高OT 然後手一吊 在吃糞便 這樣不是更慘嗎 還有其實真的做到那個... 是不是真的做到那個對比 因為我很記得 其實因為他... 國作者描述這件食物 好不好吃的時候 他很大部分的情況都是 用文字去表達 而不是用一個畫面 或者一些比喻去表達 所以其實... 可能他當形容兩間餐廳 做同一樣東西 為什麼一間好吃一點 另一間不好吃的時候 你會發覺是很考他運用形容詞的功力 而其中一個說 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你做這件東西都不好吃 軟趴趴的 然後第二間好吃 就是他軟綿綿 你只是形容軟 到底怎樣去對比 好不好吃呢 軟綿綿跟軟... 是一樣東西來的 他會怎樣做呢 軟綿綿跟軟綿綿 軟綿綿 軟綿綿跟軟綿綿 兩件事 阿公的問題 老實 你吃漫話 畢竟你武器 你都不會試到那件東西 挺好吃的 他要令你感受到那件好吃 要是靠他的話功 這本話功是不需要討論的 是不會令你覺得好吃的 老實 他最擅長 除了文字 他人的反應 某幾回是OK的 但有時候用得多 你會覺得那些 例如有些 所謂吃開東西的美食家 山江拿一件事 吃完之後 好吃到我給不到反應 但是你每次都這樣用 那你就是懶了 現在叫做 你每次都給不到反應 我知不知道 好吃的言用詞 和不好吃的言用詞 是甚麼 好冷的好吃到好冷的 不是 他有他特別的修詞技巧 好吃到不加橙 吃到混蛋 所以他 這本書 老實說 在飲食漫畫上 是比較少的 例如 我舉個例子 《妙手小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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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吉陽一》 他的畫都二頭身 到三頭身 但他畫一些東西是好吃的 他畫出來 感覺到的東西是好吃的 他做不到的 但我覺得 有點不同的是 《未吉陽一》 他們煮出來的菜式 有些夢幻的 很雕對 但他這種是比較日常的 因為這本書 他強烈的 是新鮮 和原味 這一點 老實說是難比較的 我用《未吉陽一》 來做例子 他有一道菜式 我印象很深刻的 是甚麼 他說《職業飯盒》 有石灰那個 他整話 是想表達 老實說 這個可能很講口味 那些熱的東西 真的特別好吃 特別是你 其實是火車便當 火車便當 因為如果大家去日本 或者你吃過類似的東西 多數都是很冷的 他是 他整話是想給你 就是 哇熱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還有一杯熱的茶 然後你想想 天氣很冷 他是 他很懂得描色 那個是紫紮大界 紫紮大界 他很懂 用環境 再加上 他畫出食物 讓你感受到 那種好吃的感覺 不過呢 說起火車便當 雖然插開一點點 現在日本的火車便當 多了一種選擇 就是 你看到那些菜 你選了那一盒 他馬上拔飯給你 所以你的飯是熱的 很熱的 是 他這一點 老實 美美太太太 是完全 吸不上那些陰式漫畫的 如果說 是不會令你看到肚餓的 這本書 不是的 我半夜兩三點看 我又想吃東西 他還未去到很肚餓 因為我半夜 如果看其他美式漫畫的話 我是不想看下去的 但這本呢 我就會想吃著東西去看 然後我又不會想吃好正抽 或者譬如你那時候看 我很記得看銀芝士屌 不要臭在那個散蛋拌飯 我半夜看 我真的看著 你拌飯 我只有武漢蛋 拌不拌飯 我家那時候沒有鐵飯 但重點是 是很疼痛苦的 但是 看這本 雖然我不能說 《懷石料理》 《懷石料理》 是日常的食物 但他不是說到這件事很特別的 還有他那種描寫 因為他有時說一些好吃 和不好吃 會令到你沒有吃肉 例如 他這本書說什麼會比較好呢 講魚生 因為他強調是新鮮完美的 但他有一回 就描寫到很趕客的 就是 為什麼那間 他去了那間壽司店 就說你騙壽司 不要吃 接著他怎樣呢 他拿那個壽司 和另一間他覺得好吃的壽司 拿去照X光 還是拿去放大 還是找一個什麼鏡子 然後照完 你看看他那些飯 是有鬆度的 那些飯是很實的 我這樣看完 一塊壽司 是不會有吃肉的 我想跟你說 這個是我見過 令我最懷疑沒有吃肉的 一塊壽司 我講飲食碼碼來說 你不要看美食大陸王 GG 因為那本不僅是 等一下 噢 那本垃圾 我怕了 好像很好看 美食大陸王 看得到反胃 我會覺得這本 美食大陸王 我會覺得這本 美食大陸王 在漫畫對比之下 有一點點 我會覺得走偏了 因為他們已經是 專注了他的反應 那裡 重點可能未必是怎樣煮 或者是煮成怎樣 而是吃完那個人 給到什麼反應 他們就是會透過反應 做一個很誇張很浮誇的表達 令到你以為那件事很厲害 但這本就真的會平實一點 透過一些文字 或者他盡 他努力的畫工 去表達這件事有多好吃 最後回應一下Track Room 我們Track Room的聽眾 果然是餓虎藏龍 有聽眾是自己家製作雪糕 然後配酒喝 他還是會打算試不同的口味 繼續配下去 雪糕配酒不是會餓的 還是喝其他東西 我忘記了 檸檬配奶淚才會 酒沒有什麼 另外 那些聽眾來說 萬傑剛才說火車便當 他就想錯了其他東西 想起什麼 因為台灣火車便當 就是傍夜的一個姿勢 哦 哦 是 對AV帝王也有說過 火車便當是某 即驅一劇 某AV的一個情節 因為火車便當對男性的體力要求很高 就是男人站起來 女兒完全掛在那裡 那一刻就好像 因為賣火車便當的人這樣 哦 即是龍舟掛固 掛固是單腳的 雙腳都是掛固嗎 雙腳都叫掛固嗎 我不肯定 因為我的理解龍舟掛固是單腳的 我沒有研究 雙腳那種 我不會特地走去 不如現在試一下龍舟掛固 你不是說猛 我不肯定 雙腳都繞在腰上那種 還是龍舟掛固 如果是火車便當就是了 就是這樣 好 今集的節目時間到這裡為止 好 不是 大家互相切磋研究 都是動漫肺脈一向的中指 很有營養 如果有人想找一下 Sunny切磋龍舟掛固 對 幾招的火車便當龍舟掛固 和老樹盆根 都可以 要試的 如果你有男聽眾 有什麼 找Sunny試一下 那就直接聯絡 Sunny不用跟我講 還有不要寫爆教 就在這個項目 還有我的群組 今天多謝大家所聽到這裡 另外再三提一提 月初來加入我們的Patreon 是特別划算的 不用在短時間之內 給兩次錢 希望大家 在什麼情況之下 都繼續支持我們動漫肺脈 今集節目時間到這裡 記得翻聽我們其他節目 包括我們的特備 毒癮 老精團 那 其他啦 太多了 好 拜拜 拜拜